各位大佬好呀 根据舅舅以及3.3活动来看 3.3的池子基本上可以断定了 就是上半伞兵 一斗 下半雷神 凌人 并且就在刚刚 外网大佬Spy说 会在3月4日进行复刻的角色 分别是艾尔海森 加夜兰 葡萄 申鹤 凌华 瑶瑶会跟艾尔海森一起在上半 同时参与海灯节自选四星 有玩家大胆猜测 3.4恐怕将第一次4UP复刻 现在3月4日 海哥凌华占了位置 1月位置排不下了 差不多是时候再次升级卡池了吧 让萧 申鹤 夜兰 胡桃 四个人一起 武器也挺搭的 不过说实话 除了克老之外 玩家每个月能抽卡的钱 差不多是固定的 最多克个几单 所以不要认为一次性角色 UP越多就能更赚 这只能让玩家做选择抽 不利于长期收割的 当然角色越来越多 以后同期卡池肯定会加 只是现在还不到时候 那么3.4究竟会复刻哪几位角色呢 首先 胡桃复刻的原因也很简单 3.5 迪西亚要来了 3.4不复刻 总不能跟 迪西亚一起来吧 更何况 以草神强度 迪西亚打一画 燃烧非常轻松 胡桃作为1.3版本的老角色 大世界体验和手感都较差 对于很多玩家来说 刚需一命 把夜兰配置升上去 双水输出 跟胡桃前台都差不多了 所以 胡桃只能在3.4 不然后续真要靠人气去撑流水了 而神里灵华在3月4日有皮肤 所以大概率要复刻 不然光买个皮肤没人穿 也挺难受的 虽然常驻角色 有很多人买了皮肤没角色穿的 至于第三位 大概率会在深河夜兰之间选择 有玩家觉得夜兰这种人权卡 不会这么快复刻的 应该会被卖跟藏万叶一样 藏到须米版本结束前 在3.8up 但是大家要知道 万叶灵命完整两命指刻 而夜兰则是每个命座都稳步提升 所以夜兰在3.4还是很有可能的 毕竟麦是自由的 试问有谁能想到 萧宫刷新了最快复刻记录 那么大家觉得会是深河 还是夜兰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